長榮海運小股東委任律師 大動作到北檢提告 他是林文鵬 過去更是新宇航空的委任律師 也同時是張國偉派駐在立榮航空的董事 被外界視為張國偉的御用律師 這次要告長榮集團長子 張國華質疑長榮海運 利益輸送三百億元 違反證交法 由律師代表地狀 原來二零零二年到今年一月 長榮小股東不滿 張國華主導長榮海運 以三百億臺幣 與巴拿馬長榮國際進行四筆交易 買了三家公司股權和一筆不動產 但股東主張張榮發的遺囑 應該是由張國偉接任長榮海運公司總裁 因此控告張國華涉嫌違反背信罪 長榮海運如果沒有跟合法的巴拿馬 長榮國際代表人進行商開交易 這樣的交易的無效 將會造成長榮海運 接近三百億的巨款的損失 沒有今天股東就是委託我們律師過來 一位股東 一位股東 謝謝 儘管林溫棚到底代表哪一位股東提告 律師沒有透露 但外界已經有不少猜測 提告的方向來說是有利於張國偉的 也就是說這個訴訟是針對張國偉 他的所謂的遺囑執行的部分 他要確認他的遺囑效力 而做的相關的延伸的訴訟 對此長榮海運也火速回應說 任何投資都是經過獨立專家 出去報告以程序通過 股東指控與事實不符 巴拿馬長榮國際公司的董事長 就是張國華 對於該名股東主張 常任董事長是張國偉或張國民 完全沒有法律根據 長榮在爆出財產處分爭議 豪門內鬥是否再次上演 王子復仇記 外界都在看 華視新聞林志淳消費秀 SMG小組 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